苹果电脑如何挖狗狗币 多久能挖到一枚 它到底能不能赚钱呢 大家好,我是Jenny 今年年初分享过用Windows电脑挖狗狗币的教程 获得了不错的播放量 那时隔半年我想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苹果电脑挖狗狗币 之前的视频呢,很多朋友留言说 个人电脑挖矿就不赚钱 甚至是亏钱的 为什么还要挖币呢 为什么我还要出挖矿的教程呢 是的,个人电脑挖矿是不赚钱的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大多数人知道这个东西不赚钱 就不会尝试了 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和我一样 想亲自试一下 体验一下挖矿的流程 而且还有一些人 他们有闲置的电脑设备 还能蹭到不要钱的电和不要钱的网络 那反正闲置也是闲置 为什么不试一下呢 所以这就是我出这期视频的意义 给那些充满好奇心 想要尝试 想要体验的朋友 总有一些人想知道怎么用电脑挖矿 也许并不需要什么理由 那接下来就开始正式的教程 在挖矿之前呢 我们需要准备以下两个东西 第一,一台苹果电脑 我这里用的是16G内存的Mac mini 4 Windows电脑可以看我1月2日的这期视频 第二,需要网络 如果在大陆全程都需要开海外的节点 台湾节点就很好用 那外事具备之后 我们就开始操作了 首先第一步 我们需要一个狗狗币的钱包 好,把我们挖好的币冲到钱包里 加密货币的钱包呢 有很多种 我在这里呢 就不过多的介绍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我在这里呢 就只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方案 当然如果您不是新手 已经有钱包了 就可以跳过这一步 那么最适合新手 最简单的方案呢 就是用OE交易所的钱包 因为它提现很方便 APP界面的设计呢 也非常简单明了 没有什么学习成本 注册起来也非常简单 大陆的证件也可以轻松注册 那还没有OE账号的朋友 可以看右上角的这期新手视频 也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的 注册链接注册 享受终身20%的手续费减免 这个交易所呢 也是我平时买币炒币常用的一个交易所 有了钱包之后呢 我们就打开Unminable这个挖矿的网站 这里呢默认是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个比特币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币种 这些币种呢 我们都可以挖到 在这里搜索狗狗币 DOGE 然后点击狗狗币 点击Get Started开始 它这个默认的工具呢 是Windows版本的 我们需要点一下 下面这个有下滑线的字 在这里选择Basic基础的 选择CPU 这一步我选第一个 币种这里我们还是选狗狗币 接下来需要填写钱包的地址 以OE交易所为例 打开交易所 点击右上角的资产管理 我的资产 点击充币 币种还是搜DOGE 选择狗狗币 点击我知道了 这个就是我的狗狗币地址 点击复制 回到挖矿的网站 粘贴上 再点击下一步 推荐码可以填 jenny J-E-N-N-Y 可以减免25%的挖矿手续费 点击Next 下一步 这个界面 苹果电脑需要选择上面的CPU Miner 点击这个下载的选项 会跳到GitHub 没有GitHub账号的朋友可能需要注册一下 这个界面往下滑 找到这个有Mac OS的地方 这里有两个版本 我们点击苹果电脑左上角的苹果图标 关于本机 如果像我一样是Apple芯片 我们就选择Arm64的压缩包 如果是Intel芯片 就选X64的 点击之后就开始下载了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压缩包 双击压缩包 鼠标右键点击Config文件 打开方式选择文本编辑 打开之后我们往下滑 找到URL 我们回到刚才挖矿工具的网站 把这个RX开头的地址复制一下 粘贴到文本编辑里 再回到网站 这一步不能错 如果输错的话 它就不会开始挖矿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网站 把我们自己的钱包地址复制一下 粘贴到这里 Worker后面可以自定义一个矿工的名字 当然就这样不管也是可以的 它只是一个显示 不影响我们挖矿 最重要的是把前面的URL和钱包的地址粘贴好 然后保存 关闭这个文本 回到刚才下载的文件夹里 双击这个图标 会弹出这样的一个警告 我们需要强制执行一下 点击电脑设置 左边这一栏点击隐私与安全 右边往下拉 点击仍要打开 再点一下仍要打开 输入开机密码 看到这个界面就说明开始挖矿了 接下来在哪里看挖矿的进度呢 我们就回到unminable的网站 在上面我们点击地址 把我们的狗狗币钱包地址粘贴到这里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矿工上线了 这里有挖矿的速率 我的速率一开始是27.78h每秒 刚开始是有点慢 但后面速率就起来了 变成了3.39kh每秒 我自己感觉这个M4的Mac要比我之前的4060的笔记本挖矿速率要更高一些 而且苹果的耗电量是非常低的 像我的这一款最高才65瓦 24小时才1.56度的电 按大陆的电费一天差不多一块钱的电 相比Windows来说电费能便宜不少 那说回到这个界面 挖矿数据会每5分钟更新一次 所以刚点进来的时候没有数据也是正常的 那先等待一下它就出来了 另外再看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狗狗币挖矿需要挖到30枚 才能提到我们的钱包里 我们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这样的话狗狗币一挖到30枚的时候 就会自动冲到我们的欧易账号里了 那至于挖到30枚狗狗币需要多长时间呢 我会继续让它挖着 等我挖到30枚 我会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欢迎大家收藏这期视频 一起看看我多久能挖到30枚狗狗币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